大家好,我是酷奇 跟大家說啊,我終於打贏多次元了耶 好開心喔 我真的不知道卡這個關卡多久了 你也不能說不想碰啦 是因為啊,我有對應的隊伍可以打 但從頭到尾都打不順 特別是現在大家看到這個隊伍 本來啊,我大版面的人選是放Cecelia 中文好像是叫天騎者吧 卡了不知道幾百次 那懶得再打的時候呢 想說把他換成巴浪,那就贏了 所以來介紹一下 編成呢,是用クロロ交換當隊長 隊員是現在一般蠻常見的配置吧 裝備我也拿我自己有的 我們裡面再來介紹 不過與其說是介紹我 可能就單純的說一下我打的流程吧 畢竟對我來說這也是第一次通關 隊伍裡面呢,放了兩枚兩回合加速的武器 那隊長會被延遲 酷露露的變身技還蠻好的 自身有兩回合的加速 開完之後呢,把飛機開掉 兩回合加速的武器先把積累的技能開掉 這樣子在下一關 如果碰上覺醒武效的話 他的技能才會跳起來 第一關呢,還不能交換隊長 這邊就削一下指定的顏色 泡一下霓虹燈的方式 把必要的豬從垃圾桶裡面轉出來 削不到指定色也可以 原則這邊還有極減來幫助 極減的技能主要是用在第一關還有最後一關而已 這感覺帶用也蠻多的 但是為了要撐血量,裝備不是很好找 兩回合加速的裝備也算是任意吧 但同樣,為了要撐血量 能夠選擇的也不多 所以打這關真的很麻煩 我自己打完這次的感想 隊長就是不太想要再碰第二次了 而且我發現我跟女角的配色度是不是很低啊 換了一隻角色馬上就贏了 果然還是男生爆 第一關兩次收完之後呢 就可以用骷髏落來交換隊長 交換完之後也可以把飛機的技能開掉 這邊碰上火屬性的 把覺醒無效的技能也一併開掉 如果碰上手指剪的話呢 這一隊好像還有十秒吧 所以不用擔心 比較困難的是啊 這一隊沒有把Cecilia放進來的話 回復剪無法壓過去 所以道中可能要小心一下 會有手指剪或者是回復剪的角色 不要看關卡應對了 不過換完巴朗之後就知道 他的陣真的是超有幫助的 他能夠減少很多因為天降造成的困擾 只是他本身CD數也蠻重的 所以後期有些地方需要稍微存一下 大版面的另外一個人選 最近好像還看到蠻推薦用 一般的阿朗拉圖吧 不是正月版本的 技能有包含延遲然後還有轉色 很好用 這邊呢把Galot的技能開掉 同時需要削一下L字 然後和十字 結果說順便擠個按 看 這一隊因為有兩個十字消除 所以只要削一個 就能夠全解 這一隊回復力也沒有說很高 如果版面只有一串的回復 我們就要稍微小心 看能不能夠靠高combo來補足一下 基本的流程呢 就是開完Galot的技能之後 因為有水靜燒的關係 下一回合可以靠飛機的技能 來把水做一下轉色 第四關呢 會因為你選擇的延遲術有關係 這也是我是裝四回合延遲的裝備 所以只要耐久一回合之後就好了 這邊就單純的減傷 那如果你是三回合延遲的話呢 記得要耐久兩回合 只打中間是為了要避免右邊那一隻 會被打死 那這邊開延遲 竖行這一把武器延遲的時候 還有無效盾貫穿 這也可以消一下指定射 先把中間打到超根性的部分 你看我記得果果爛爛手 就知道我真的打很多次了 沒關到記得很小心 都很仔細 壓力超大 以後不打了 也不能說不打啦 可能要等到更合適的隊長吧 現在像這種隊伍 都已經78減傷了 很多的流程都還是要靠盾 才能通過 我不大喜歡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那麼聰明知道嗎 要記得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覺得有點痛苦 可以先把右邊的打死 撐完之後呢 可以先把右邊的打死 右邊打死左邊固定發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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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四樓為止都算是蠻好打的 接下來有些地方就正到靠運氣了 第五關 光屬性的這一隻呢 不管碰到哪隻啦 暗裡也是 就先稍微小消一下版面 稍微消耗一下血量之後再做貫穿 開嘎肉也可以 不開也可以 看一下版面 消的時候呢 也可以把一些指定的顏色保留下來 按出火 然後雜珠像是光回復 雜色都消掉 盡可能的兩全收 這裡封到暗的可能也不是很好 有時候他的天降太多 我也覺得很困擾 稍微消耗完之後呢 版面如果有貫穿的數量就開技能 沒有的話呢 下一關用不到嘎肉 所以這邊可以開兩枚技能 直接收掉沒有問題 激怒的技能要留下來 另外也說一下 我覺得阿 把巴朗放進來的另外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他本身自帶4SB 而西莉亞只有2把 所以卡洛的超確性可以不用是SB加 反而換成貫穿 打一般的關卡會比較合適 歐勒斯 手指剪 但因為有10秒 所以這邊還蠻好通過的 有10秒的 巴朗的2技儘可能不要存到 所以前面能開掉一次就先開掉 這邊在第9關之前 要再把他的技能存回來一次 歐勒斯的話可以兩全收 那如果碰上拉的話 把激怒的技能開掉 解決性無效 版面的光珠夠多的話 轉的顏色也很多 這裡可以一全收 然後通過之前 記得把酷弱弱的2技 開掉 這邊的盾一定要有 第7關不管哪一隻 半血以下都有一些奇怪的行動 要嘛是回復剪 要嘛是手指剪 所以可以的話 這邊就是在58以上的時候通過 打法跟鋼一樣 可以的話 就先消一下簡單的貫穿 COMBO數不用太高 或者是消3-3 慢慢的減血量 可能會有更好打的方法啦 但我就比較保守一點 發命的輪梅技術的話 應該是回復剪吧 吃到還算還好 至少在架盾之下 點的傷害不會很高 回復力減少一點點 應該是還OK的 但是啊打四次雲之後就發現 真的這裡的樓層很多都很看 抽到什麼樣的敵人 我自己不大喜歡 那兩串兩串的消 也大概能夠消快25%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靠貫穿才能通過 然後巴朗也在 所以也可以消一下光的是二體 來多傷害些 第八關跟一般的情況一樣 就是慢慢的消 可以的話58以上通過會比較好 不用也沒關係 不過我覺得啊 第八關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敵人會有鎖住 那這一隊唯一能夠解鎖的 就只有機率而已 阿魯拉圖的技能也不能使用 因為他的延遲要留到後面 所以這邊就取捨一下 但現在是不小心存到二技 所以可以找一個時間開掉 讓巴朗的技能能夠跳起來 第九關要留下兩個技能 一個是巴朗 另外一個是卡洛 另外一個是卡洛 你看 鎖火珠 也不能轉色 這邊就只能靠運氣了吧 看能不能這樣通過 不能就是運氣很衰 後期的敵人都有斬殺線 真的很可怕 解鎖的話呢 靠墨椅可以解鎖 本來想說死人知道嗎 真是無理耶 他的斬殺線我之後查到 原來是3%而已耶 這真的差一咪咪而已 還好還好 第九關 三隻都超麻煩的 拉法艾魯的話呢 最好能夠留有一個 能夠解決性無效的 這邊就 開技能 一拳先收到半血以下 一拳先收到半血以下 原意也是 主屬生是光 所以這邊應該是蠻好打的 這裡實際的流程我也不是很確定耶 我每次打他都死 就是因為技能沒存好 之後呢敵人會給一回合的覺醒無效 覺醒無效開幾率 另外兩隻 露西法的話會給全版面的回復珠 這邊要靠巴浪的技能 開完之後呢 只消暗的2C 然後回復一下 另外一隻光屬性的巴浪 開卡洛的技能 不夠如果把吉路的技能開掉之後呢 下一關的莎拉斯 就沒技能可以開了 蠻多拉 蠻多拉 蠻多拉算是很簡單的角色吧 打到超根性之後呢 敵人會有很簡單的轉租教室 這邊就會覺得阿斯塔洛塔 真的是垃圾 呵呵呵 那個超難的 秒數不少 然後又把毒株消掉 到現在還不熟悉 看網路上啦 好像有固定的消除的方法 但誰會去記阿 這邊就只能碰到之後 然後稍微查一下嗎 可能也不一定要查啦 但我覺得有需要看一下 敵人要怎麼轉 不然那邊真的太痛苦了 每次碰到每次敷 敷完之後還是死 這邊也可以順便消一下十字 稍微看一下版面 原本我在想阿 庫洛洛當隊長會不會很爛 不過實際玩笑以後 我就真的覺得他很強 真的是大版面的人選 而且阿他的CD很低 所以可以主要使用他的二級 這邊就完全自立了吧 敵人會給手指延長 所以還算是好轉 十秒 這裡會給兩回的加速 這裡會給兩回的加速 這邊有開盾的話應該還不用自己守掉 當然是為求保險 給殺了 通過前呢 我要確認的就是你的延遲有沒有存到 但如果前面都沒有開的話 應該是一定會存到 第11關 這邊哪一隻角色都有傷害吸收 不過他們的第一回合啊 都不會開盾 所以可以靠延遲的方式來等他的吸收結束 那這邊先轉個四回合 一定要一開始開喔 我之前打這邊啊 都呆呆的 想說他那個不開盾的情況是不是下一回合也沒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下一回就開了 你想延遲還延遲不了 超賤的 然後之後的關卡都用不到延遲了 所以阿魯拉圖的技能也可以使用 這邊同樣再耐久一回合 敵人有給攻擊劍 所以這邊也可以稍微消耗一點血量 但有沒有消耗應該沒差啊 反正等一下都要收掉了 那這邊通過之前呢 記得 再開一次盾 因為之後會有繼承無效啊 二技想開也沒辦法開了 耐久完之後 敵人的吸收也消失 這邊就開...飛機 把攻擊減壓過去 敏感就好了 我不算說敵人有傷害吸收 但他們血量是超高喔 我記得好像都兩百億吧 擺命的珠不夠 還是要掃心一下 再來第十二關 再來第十二關 第十二關的阿夢 阿夢這邊會給絕境無效 就開機率的技能 解掉之後 這邊我怎麼打都會打到半血啦 半血之後 點的行動是繼承無效 所以也不用擔心你二技存到的問題 安全的收半血 然後盾也還在 這邊應該就是穩穩的兩全收吧 接著十三關 有點鬼畜 看碰上哪一隻 這隻是六美 六美的話呢 一開始會有鎖版面的狀態 可以的話就消一下L字 另外火車 第二位合合之後呢 可以開阿諾達的技能 洗一次版面 最好打的應該是暗示神 兩群都收掉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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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十四關這次碰上水的Aikido 裡面最好打的 敵人只會給盾吧 也不會有狀態 我屬性的那一隻會給覺醒無效 光屬性的會給轉版面 但是因為回復力會不夠 所以至少要把Arudatu或者是 Galot的技能開掉 最少要回1combo 絶榮 水 絶榮 水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终于 第15关是我第一次来到的楼层 所以打这边超紧张 狱人呢 比较特别 他的斬杀限是在3%以下 虽然蛮简单的 重点是他在第四回合之后 会给50%的盾 之后就比较难收了 不过如果是以要存技能为前提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就看看当时的状况 简单的平坎 然后没有加增伤 我记得就可以打快25% 这应该是好打的 还蛮多的 可见有盾之后非常的可怕 我会有点免费 不过是 我会有点免费 我会有点免费 不过是 然後測算了一下傷害我發現,好像靠貫穿的話,能夠一拳收一半 所以這邊就拚了 最後有三個版本,暗屬性,然後木和光 暗的應該也算是最好打吧,但暗的比較麻煩,你的盾的技能要存下來 敵人開始會給鎖板面,這邊也要削一下L字 暗屬性 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打到抽根性之前 要開一下巴浪的耳技 所以技能記得存回來 敵人的傷害好像是167萬是不是啊 呵呵呵,到底 真的超重的 不過後段的敵人斬殺線也是在3% 所以不用開擔心 反正能打的時候就盡可能被打 敵人的血量有1250億吧 算一算這一隊靠貫穿的傷害,也不會打過頭 不過我相信啊,大家聽到剛剛那個,敵人的血量 大概也不會想要打這一關的吧 就算是很奇妙 打的內心超煎熬的 不過從另外一個方向想啊 這邊其實可以很好耐久 你只要還留有露瑟塔的盾的話 可以慢慢的打 點的傷害不會很高 但換言之,沒有盾的話就覺得很辛苦 不過玩到這邊 真的是很久沒有體會到什麼叫手抖了 可能不知道打多少次才第一次玩到這邊 那另外也說一下 目屬性的話呢 一開始先記得開一下盾 然後那隻要在8回合以內通過 敵人還會有超暗暗 就可以消一下死字 光的其實也算很簡單啦 他的開場先是有7回合的20%機率 掉超暗足 所以一樣,消一下死字 那手辦之前呢 一定要開一下盾喔 幫助克風 按著說辦斜之後有兩個麻煩的狀況 一個會給決心五笑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有20回合的 按著說半 меч之後有兩個麻煩的狀況 邪魔和回復的掉落增加吧 掉落率不高所以還好 重點是這個 全版面的賭卒 這邊就是靠阿魯拉圖的技能 然後再開激怒的技能 把覺醒無效解掉 激怒的二技之所以要裝10抽龍 除了加速的考量之外 其實也是因為技能的同值性高 這樣還可以多做一下加速 方便存一下技能 接下來敵人就沒有奇怪的行動 可以快快的打 我這邊應該是花了蠻多的時間 在慢慢消耗他的血量 這可能也有誤會啦 本來是想說敵人的整殺線 血量應該蠻高的 但還好 再稍微消一下應該也在容許範圍內 不能收就收掉吧 靠著20秒的手指 還怕不過轉嗎 終於啊 終於第一次打過多次元了 我就嫩 打完後我大概半年或一年 不大想要再碰這一關了 比零次元還更不想打 打的過程差點讓我退坑 不過啊過了總是好事 所以拍個影片 介紹給大家 如果還沒有通關的玩家呢 也可以試試看這一對 應該會還蠻不錯的說 我自己覺得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